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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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源起于中国 是中国文化 这片大地上自生出来的 一朵奇妙的花朵 那么为什么只有金鱼 它的体态 千字百态 颜色绚烂多姿 有些叫红印当头 有些叫玉印 感觉自己被它吸引了 对它有兴趣了 我想研究研究 最早的时候呢 2000年以前 中国的百姓在生活当中 在自然水体里面偶然发现了 这种变异的寄予之后 一开始奉若神明 到了宋代 有一位皇帝 叫做高宗 尤其呢喜欢生活 养鸟 养鱼 从这儿就开启了 金鱼进入皇宫的之仙河 有几年时间呢 我的时间比较充裕了 然后在家呢 设置好了鱼缸呢 我养一养鱼 也跟所有的不会养金鱼的鱼友一样 也经历了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 就家里边入口的这一口缸 这一年翻了有四次缸 全军覆没了 一条不剩了 我呢比较轴 就是感觉别人都能养活 为什么我养不活呢 从不会养到养活 大概花了有一年多的时间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就坐着火车 然后到北京 然后守候在人家的店里 霸占一把鱼钞 就为了说能够第一时间 钞住自己想要的那条鱼 因为很多人都是围在店里 好鱼难找 看到好鱼的之后 哪条鱼都想带回家 我觉得鱼真的是代表了我们的一种快乐 从鱼身上获得了快乐 哪怕是最基本的赏养的快乐 还是我们从它身上解读出来的文化 和提升到艺术高度这样一个快乐 都是快乐的 鱼是最快乐的 那么我从他身上获得了很多灵感 那么我也希望把我从他身上体会到的这个快乐 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我就以我的学识专业 以我的视角来解读这个中国鲸鱼 这件事是我做鲸鱼满堂 做到现在的一个理念的一个萌发点 从最一开始呢 很多人风言风语 说徐广东养鱼去了 去玩鱼玩物丧志 经过了几年的发展 也有了一点点的成果 也被这个行业所逐渐的认可了 今年七月份 在北京故宫延喜宫 将举办历史上第一届的 宫廷金鱼回宫展 那么这一次宫廷金鱼回宫呢 就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 第一次活物进到故宫里 这是非常的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 很多宫廷金鱼是产自河北的 它有这样非常深厚的本土文化特色 那么我作为一个河北人 我就肩负着这样的一个文化历史使命 一定要立足于河北面向的是全国 放眼的是世界 那么它才更有价值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嘛